他懷孕五個多月的時候 胎兒突然就沒有心跳 他一直懷疑說 他是不是有什麼自體免疫造成 後來跟他檢查發現了 他有所謂染色體轉位的問題 懷孕初期的流產 可能50到60%都是所謂的黑胎的問題 哈囉大家好 我們今天又要請到專業的醫師來跟我們聊聊 很多的媽媽都很擔心 那也很想要問的 在懷孕20週以內 結果遇到了這種流產的狀況 而且有些人還超過了三次 在醫學上面 這個就叫做習慣性流產了 那這個遺憾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很多媽媽都會自己去討論 會不會是我自體免疫的疾病造成 但是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我們今天很高興就請到了 專精於試管嬰兒人工受孕 還有不印症診斷治療的 劉永良醫師來跟大家聊聊 醫師你好 你好各位聽眾大家好 網路上面有一些說法 然後大家也會用自己的經驗 彼此去對照討論 說這個習慣性流產的原因 很多都是因為自體免疫的疾病造成的 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習慣性流產的原因有很多 那包括子宮異常就佔了12.6% 然後還有遺傳的異常就佔2-5% 那還有內分泌或者是免疫系統問題的異常呢 像大家經常討論 它可能佔15% 但其實醫學上有已經發現大概 懷孕初期的流產可能50-60% 都是所謂的黑胎的問題 為什麼會不正常 有可能受精的精子或卵子 那或是受精之後的黑胎出了問題 那之前也有一名婦女到我們診 他懷孕5個多月的時候 胎兒突然就沒有失調 他一直懷疑說 他是不是有什麼自體免疫造成流產的問題 那我們後來跟他檢查發現 他有染色體轉位的問題 1、2跟第16個染色體轉位 經過一段時間在檢查 同時也發現他有疏軟管 雙側的不通的問題 經過檢查之後 釐清了很多誤會 醫師碰到的實例 其實他的問題就是在於 染色體轉位 到底什麼是染色體轉位 人類有所謂23對的染色體 就是46條 那其中有兩條的染色體 他發生部分的一個片段的一個交換 這叫做染色體轉位 那染色體他的肿量 轉位之後他沒有增加或減少 這叫做染色體平衡性的一個轉位 其實發生染色體平衡性轉位的機率還蠻高的 已經大概500個人之中就有一位 現在台灣15萬名新生兒當中 就有可能300位爸爸發生基因的平衡性轉位 那我這個下一代會不會被影響到 甚至說這個平衡轉位會不會影響到 我沒有辦法呈出下一代 平衡性轉位 有些他所謂叫做自發性 那大部分的一個平衡性轉位的代音者 因為他基因的量 染色體的量是正常 所以他不會有所謂異常 但是他的下一代發生不平衡的轉位的機率就相當高 但也有少部分的代音者 因為轉位的過程中發生缺失 他也有可能造成一些疾病 或是一些症狀 那如果用機率來算 帶有平衡性轉位基因的人 每次懷孕呢 都有可能超過 1 2 2 或是2 2 以上的機率 會懷上不平衡轉位的寶寶 那這時候呢 就可能導致流產 死胎 甚至生下異常的寶寶 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遇到一位這個病患 他就是一位這個基因平衡轉位的媽媽 他也是一直發生流產的狀況 那您最後是用什麼樣的方法 讓他平安生下這個健康的寶寶 發現他們有平衡性的轉位 太太有平衡性的轉位 所以建議他們夫妻要考慮做 四管嬰兒 並且要悲胎接片 那他第一次做四管嬰兒 跟胚胎切片的時候呢 我們送檢了7顆胚胎 但是只有一顆藍色體是樹木正常 當初有建議他要做第二次 那這次送檢6顆胚胎 是有2顆胚胎藍色體樹木正常 那這樣很不錯 我們有3顆 藍色體樹木正常的胚胎 我們就可以做胚胎植入 那在第一次植入的時候呢 雖然說有懷孕 但是在5週的時候呢 發生了生化懷孕自然流暢 那後來第二次植入 我們就換一個方式 自然週期的方式 那病人必須要很配合的抽血 跟照超音波 那這時候呢就很順利的懷孕 也生下了一個健康保護人 那他生下來之後呢 他突然就覺得壓力示範 過了一陣子他就想來生第二個胚胎 我們還有一顆正常的胚胎 我們就幫他植入那顆正常的胚胎 那也順利的懷孕並生產 所以我們講說 試管嬰兒加胚胎切片 真的是可以成就於一對夫妻 讓他們兒女成雙 美夢成真 平衡性的轉位導致習慣性的流產 在過往的時候 其實因為技術性的問題 他沒有辦法這麼容易就發掘 但是現在因為有了PGTA 不會說很難發現 以前所謂的平衡轉位造成的習慣流產 有時候我們常常只能藉由 強膜穿刺或超音波 才能發現胎兒的異常 那時候都懷孕有一定的周數 有時候甚至超過4個月以上 孕婦要選擇手術流產或是飲產 那其實這個周數都會讓人覺得心痛 所以對於平衡轉位的父母 想要懷上染色體正常胚胎的機率 以目前的生殖技術來講 建議做所謂的試管嬰兒加胚胎 胚胎染色體的一個切片 在胚胎的階段 就可以塞出染色體異常的胚胎 先選染色體正常樹木的胚胎去做植物 那這樣子就可以減少他的流產率 簡單來講就是說 胚胎切片是有效增加 單一胚胎植物成功率 並提升懷孕率跟降低流產率 很好的一個幫手 如果我做了PGTA之後 一切都很安全了 我後面其他的產檢 其實是比較放心比較放鬆 PGTA確實能夠挑出好的胚胎 但他還是有一些限制的 如果胚胎他是有平衡性的轉位 或者是微小片段的一個基因的缺失 胚胎切片不一定能夠檢測的出來 因此懷孕之後還是很重要 該做的其實都不能少 龍毛毛取樣 羊毛穿刺 或是羊水晶片 現在有所謂的 四百嬰兒 產前追蹤方案 從胚胎著床期的感受體檢查 到非侵入性的產檢檢測 像NIPT 和羊水晶片產前檢查 完整的一條龍的一個服務位 還有了一個健康法官 醫生剛才有提到 其實就是像 創委我們本身就是有在做PGTA的檢查 大家拿到的就是這一份報告 報告書上面有大家的一些資料 到了後面就是有大家比較關心的 染色體的部分 它到底是不是有狀況 那資料裡面呢 就會有染色體的這個條形圖 裡面其實就會顯示說 你的染色體是不是有平衡轉位 或者有其他的問題 醫師拿到這個報告書的時候 就會跟民眾來解釋說 您的狀況 胚胎到底是什麼樣子 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一般民眾沒有辦法像醫師這麼專業 那我怎麼去判斷說 我是不是可能會有 這個平衡性轉位的基因 如果像 典續二到三次都在二十週之內流產 這就是所謂的反復性的一個流產 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應該要到醫院做檢查 我們會針對夫妻雙方的染色體 還有女生的一些生殖的一些構造 荷爾蒙及免疫等等 我們會進行分析 找出患者反復性流產的一些原因 如果發現有涉及平衡轉位的問題 只要積極配合醫生的治療 一樣是可以有機會擁有健康保護的 很高興由這個劉醫師來跟大家分享 這麼多這個重要的訊息 還有更多疑問 也可以直接呢 去醫院找我們劉醫師 都非常親切會直接回答你的問題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 可以跟醫生一起聊聊囉 謝謝大家拜拜 好拜拜 拜拜 拜拜